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伊梦黄良 播讲 幻影空 第117章 第171章 一分钟 方正眉头肉起 赵大同的学校距离一纸山非常远 这家伙找他帮忙 这就有些奇怪了 他不应该找父母 老师或者警察什么的吗 方正还是回到 什么忙 大师啊 方云竟出事了 现在整天寻死逆活的 今天差点跳楼了 现在大家轮流看着他呢 生怕一小心 生怕一一不小心人就没了 现在学校老师警察都来过了 但是对他毫无办法 他根本就不说话呀 也不吃饭 心里医生都没用 我想来想去 也只能想到你了 你看 有没有什么办法 帮帮他呀 赵大同道 方正闻言 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叹息道 哎 果然有够麻烦哪 赵大同的学校在黑山市之外 吉林市的省会 那么远的地方 方正连盘上都错不够 喂 戏头 我的伊梦黄梁能覆盖那么远吗 方正唯一能帮上忙的也只有这门神通了 不能 不过 如果你将神通晋级的话 你可以从另一种途径做到 另一种途径做到 方正一听 顿时喜出望外 伊梦黄梁也能升级吗 当然 系统爽快地回答道 怎么升级啊 很简单 花钱就行 方正一听 老脸一黑 果然呢 这混蛋系统也只有在收钱的时候 才会回答问题这么积极 不过 救人如救火 方正还是问道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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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多少钱呢 不多 五十万 刚刚好 系统的声音带着几分小愉悦 方正在脑梅子上全是黑线呢 这货绝对是故意的 绝对是看他的腰包要价的 方正气呼呼地道 系统 你觉得你这样做有意思吗 还行 系统道 方正两眼一翻 仿佛看到系统屁股后的恶魔尾巴 这家伙哪里是佛祖系统啊 分别就是贪财之恶魔系统吗 方正深吸了一口气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不能漫天要价 系统道 漫天要价 你以为神通很廉价吗 所有神通当中 天眼算是最经济实惠的 但是天眼是有等级的 等级也是最多的 真要是将天眼升级到顶级 价格会让你明白什么叫钱难赚 一梦黄梁没有那么多等级 只有三个等级 你现在是零级 不过一级也要五十万 升到二级要五千万 升到三级要五十亿 五十亿 方正两眼一翻 直接差点就晕过去了 全世界富豪榜第一人也不过是几百亿而已 虽然很多人算上全部身家也是千亿万亿 然而那些资产有多少可以立刻变现拿出来挥霍的呀 除了国家 没人可以做到吧 而方正一个小和尚 手里就一个破庙 想要赚五十亿 方正掐了自己的脚趾盖子算一算 掐了自己手指算那么一算 砸了他的骨髓喝血 也是此生无望的 西统啊 你也太黑了吧 方正不甘心的问道 否则呢 一块钱一个神通 神通已经出了这个世界的认知了 这样的能力五十亿已经很廉价了 系统道 方正想想 嗯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问题是 珍贵呀 就在这个时 微信又震动了 这是赵大同发来的视频 只见视频中一个女孩站在楼顶上 即将要往下跳的时候 一名消防员飞身扑了上去 一把将他给抱住 两个人从空中一个翻滚坠下 绳索拉扯着消防员 两人被这股力量带着撞向墙壁 消防员关键时刻用他的后背 给他当人肉垫 女孩才免于受伤 距离有点远 看不清容貌 不过依稀可以看出是翻云镜的影子 看到这惊险的姨母 方正叹了口气 人家消防员和那女孩也是非亲非故的 关键时刻 舍命相救 他一个和尚天天喊着 要度人 要积德行善 要攒功德还俗 如今有事情让他做了 竟然还婆婆妈妈的 当真是有点丢人了 想到当初几个人上山 一脸文静温和谦逊 还带着几分知性美的方云镜 方正很难将跳楼的女子和方云镜 联想在一起 一旦联想到一起 除了惋惜 还是惋惜 方正道 罢了 寺庙就晚点修吧 系统 五十万物归你了 你给我升级一梦黄粮吧 你准备好了吗 系统道 方正老脸一黑 这时候了你还玩 你闹够了 你别闹了 直接升级吧 叮 升级中 系统可能有点疼 男大爷的 系统你这是有点疼吗 一指山上野鸟乱飞 独狼乱蹦 松鼠都吓得跑出来查看情况了 系统 我这是疼多久了 方正捂着脑袋 疼得是泪眼汪汪 问道 一分钟 系统道 方正尖叫道 一分钟 我怎么感觉好像过一年似的 哎呦 疼死了 系统 下次升级 如果很疼 麻烦你提前你跟我支吻一声 还有 这不是有点疼 这是疼力要人命啊 你懂吗 方正捂着脑袋 在提前两个字上 尤其加了重音 懂了 下次提醒你 系统道 下次 等哪天我圆祭了 我再找你升级一梦荒凉吧 方正道 为什么要等圆祭的时候 都快死了 一分钟可以等一年过 还不好吗 方正阴阳怪气的道 系统顿时就无语了 本集播讲完毕